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的主任 日前在接受我台记者采访的时候介绍 中国计划在下个月发射最后一颗北斗卫星 这也是中国北斗三号系统的收官之行 即将发射的北斗三号系统最后一颗卫星 是一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 在此之前 我国的北斗系统已经向全球提供服务 我们北斗一共是30颗卫星 现在已经打了29颗卫星 还有最后一颗卫星 这个卫星预计在6月份我们会完成走往发射 目前我们正在 卫星和火箭已经都进到发射场了 我们正在进行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预计会按计划推进实施 北斗三号系统 是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的第三部 建成后将面向全世界提供服务 下个月即将发射的卫星 在成功发射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载轨运行后 将正式投入运营 这个卫星发射完以后 在今年适当的时候 我们会对外宣布全球系统的建成 提供我们北斗所有的服务 包括我们比如说这种基本服务 还有高精度的服务 北斗短包吻服务等等 我们会有一个全面的服务开通 也会为世界卫星导航带来新的亮点 我需要这种服务感的影响 我们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种服务的服务 让我们需要再次进行的